你们别拆我家了 别拆了 别拆了 兄弟姐妹们 把他的环境都挖走 都挖走挖走 别挖了 诶 怎么人都不见了呀 在这里做个楼梯吧 你们快点建房子吧 房子 为什么要做房子啊 流星雨马上就要来了呀 真的吗 流星雨 那一定很漂亮吧 我要许愿 果冻 你别许愿了 流星雨来了 地面会发生爆炸和燃烧 所以我们得选择 相对安全的材料做房子 所以你用黄金建房子吗 没错 果冻 快去建房子吧 反正你们在我这里 也挖了不少的黄金了 也是得了全部费功夫 对 用黄金块围起来 中间用玻璃 这样 流星雨来了 我们还能洗澡 外面的流星呢 还剩下最后一排了 大功告成 里面四个脚做个柱子 上面放一排黄金块 为啥 当然是为了对称了 下面有一排 上面也得有一排 中间的部分 就用玻璃做好了 做好了 这边的话 好像玻璃也不够啊 有了 这边做个门好了 这里挖出来 马上流星雨就要下来了 来了来了 还好 我差不多都做好了 不然就遭殃了 哇 好漂亮啊 这就是流星雨啊 这都好美啊 哎 怎么着火了 都说了会着火啊 你还不信呢 放上书柜 装饰一下 哎 怎么着火了 那你 难道是外面的吸温太高了 书柜是木质的 赶紧给你封起来 然后再放书柜 啊 怎么又烧着了呀 算了算了 都拆掉 不做书柜了 确实 流星雨还蛮好看的嘛 哎 你们在干嘛 来你家避难啊 外面都是火 我问的是可乐哥 别打扰我睡觉了 让我睡觉 让我睡觉 起来起来起来 哎呦 哎呦 别踩了 别踩了 爸爸都要踩出来了 你 真有心 虫 拿来吧你 你们避难就避难 干嘛拿我的床吗 真的是 总不能让人感觉 还是低板吧 行吧行吧 给你给你 只要等这个流星雨结束 我们才能出去了 摩哥 孫 CIAO 紫 CIAO